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不行吗 那我想吃火锅 去看看 好 学姐真美啊 那是自然 我哥的眼光一直超棒 你说什么 我是说她琴弹得超棒 你倒是善于发现女生的优点 什么女生的优点 知道东西学姐弹琴弹得好 知道乔玲玲网球打得好 发现美的眼睛倒是没缺 你最美 好好说话 怎么了 学姐 不好意思 是的 她在偷听 我是来抓她离开的 想听就进去啊 待在这里干什么 打扰到学姐练琴了吧 我哪有 还是没有 无论如何 我很谢谢你们 在我走之前 能当我最后的听众 最后 学姐你手续都办妥了吗 也不知道下次听到学姐弹琴 是什么时候了 不过没关系 你以后一定会在更大的舞台上 更多人听你演奏的 成你吉言了 你真的不用在片场陪我了 在片场多一个人就多一分事 你还不如在车里好好睡一觉呢 你就是嫌我碍事 我就是嫌你碍事 乖了乖了 快去 那你派完叫我 好 快去 我走了 拜拜 快去 快去 把你哈喇子擦擦 竟敢骗我啊 小坏蛋 小坏蛋 有人说你眼睛今天很美吗 你有病吧 因为 你的眼里 有我 是的 对了 刚刚在电梯街 我碰到徐月明了 他说 今天晚上六点 居酒屋请吃饭 去吧 当然 怎么这语气和唯一不一样 我不想不用点 我 我 我 你 我 把他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來 之前啊 在福利院隨口說得不夠 這兒才是正兒八經的道歉 謝謝你們 不用不用不用 悠悠說得沒錯 這個機會對我和悠悠來說 是特別寶貴的 我有了正式工作 悠悠她也再也不用去跳舞了 你不用這麼說 其實呢 要不是你的方案寫得好 我們做什麼都是沒用的 快坐快坐 快坐 好 謝謝 而且 上回在福利院 你們幫了我這麼大的忙 要說謝謝的人 應該是我 重 現在看來 我們做得很成功嘛 成功 是不是 悠悠學姐 你笑起來真好看 我以後會多笑笑的 阿絮學長來了 在聊什麼呢 學長 再說感謝你呢 謝謝 別別別別 我其實也沒幫什麼忙 我是過來蹭飯吃的 說真的 我今天錄了一天的歌 真的有點餓了 快 趕緊坐下 沒問題 老闆 菜單拿一下 好嘞 想吃什麼 隨便點啊 今天小哥幾個啊 想吃點啥啊 五份烤蘑菇 點那麼多你吃得完嗎 放心 有我在 五份也不多吧 不多 不多 不是 你吃得太多 會變胖的 蘑菇是素材 而且我現在一邊拍戲 一邊上學 體力消耗巨大 正需要蘑菇來幫我補充營養呢 你看 雖然蘑菇是素材 但是在烤蘑菇的過程中 總一層油 又一層油 總歸就是刷了很多的油 所以你吃了這麼多油 不胖才怪呢 我跟你說 我小時候有個朋友 是因為吃了太多 烤蘑菇變胖的 真的假的啊 真的 很好嗎 超胖 上午 我給李宗寫字條的時候 你猜我看到了什麼 寫什麼字條 當然是因為徐燕明這件事啊 快猜 快猜 我想一下 看 照片上的人是不是超漂亮 怎麼會是我的資料 因為 你是女主角 只有我嗎 沒有別人了 當然有 你往下翻 幼稚 讓他壓榨你 交換條件達成 製作升級 只有兩份嗎 對啊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啊 沒什麼 只是覺得有點奇怪 東欣姐 你東西都弄好了嗎 東欣姐 手續都已經辦好了 謝謝小辣 謝謝小辣 東欣啊 出門在外 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也是敢巧了 你爸媽和你畢叔叔 剛好出差去了 不然怎麼著 也得來送送你 有什麼事 別憋在心裡 儘管跟李阿姨說 謝謝李阿姨 東欣姐 你一定要多吃點東西 本來身體就不好 東欣姐 其實我哥 正老 那你多保重啊 東欣姐 我不在的時候 你們一定要照顧好自己 時間不早了 我先過安檢了 你們保證 東欣姐再見 再見東欣姐 怎麼會變成這樣了 我哥和東欣姐 都太無私了 東欣姐知道我哥的顧慮和羈絆 選擇一言不發 就這樣離開 我哥知道東欣姐的取舍 選擇就這樣放手 最後連送我別都不來 不是都說了不用送我了嗎 後半段總歸有課 我可以先去圖書館看看書 這樣不也挺好的嗎 對了 早晨阿絮有通告 你幫我送一趟資料吧 你看 虧著我來早了吧 要不然耽誤了工作 你那小齊老闆 鐵定扣你工資 別鬧 快 畢大人 大音音學院咖啡廳 資料交給你了 辛苦 好吧 那我去上課了 拜拜 快去啊 戰狼 你搞什麼呀 神神秘秘的 傻丫頭 你都陪人賣了 還在替人家數錢呢 數什麼錢啊 你這節不是有課嗎 你是不是又想逃課了 你是不是又想逃課了 我這就去上課 剩下的 你自己問他做了什麼好事 老闆 我先走了 你知道該怎麼做 我先走了 你知道該怎麼做 發生了什麼 我來 謝謝你為我做的這些 謝謝你對我的這份尊重 不夠 不過有點兒太大張旗鼓了吧 讓我繼續做助理的人是你 不放心我的人還是你 畢大人 你到底要我怎麼做呢 做事情呢 確實要有始有終 更別說像這種 簽了正式合同的工作 要不是不想讓你背上 出爾反爾的信譽功 我才不想讓你和他 多說一句話呢 而且 違反合同是要賠違約金的 我可不想讓你被追債 你這就放心 我跟阿絮獨處了 還是說 你又給我安排了個小尾巴 我哪有那麼小氣 一片苦心你要理解啊 也不說了 我要去工作了 我等你下班啊 知道了 這麼巧 你們也在這兒選衣服呢 需要我幫忙參謀一下嗎 這麼巧 這 這顏色也不適合你啊 而且這款式好老氣啊 這麼老 我幫你挑 莫名其妙 就這個吧 這個適合你 這件多好看 我相信小晴的眼光 小晴你說哪件合適 明明這件夠漂亮 老闆 我等一下過來找你啊 你給我過來 過來 拿著 筆大人 你行行好 你就別添亂了 這哪裡是添亂啊 你是我女朋友 噓 你不管在哪裡都應該是最亮眼的 你看 這件多適合你 既然是司儀 顏色上就應該要統一 我選的這個哪裡不統一了 而且更青春更亮麗啊 音樂會本來就是一個正式場合 造型就應該更莊重一點 學院內部的音樂會而已嘛 你們倆別吵了 噓 這屬於工作上的事情 音樂會的禮服嘛 我聽老闆的 至於你的這些禮服嘛 拒絕衝動消費 我這哪裡是衝動消費了 拿走 就是衝動消費 才不是 這 我剛給你發消息 你沒有回我 你剛給我發消息了 嗯 那你是想我了嗎 沒有 有 你就是想我了 沒有 有 你還不承認 你就是想我了 小青 小青 怎麼那麼黑啊 我不要你在小黑屋 你快出來 小青 我命令你 三秒鐘之內 讓我看到你的臉 哦 零點三秒就夠了 怎麼樣 夠快吧 剛剛一團漆黑 我好害怕哦 你剛剛命令我的時候 膽子挺大的嘛 你剛剛在做什麼啊 葉子拉著我陪她聊了一會兒 所有人都知道她喜歡東方玉 哦 哎 你有時候說事 哦 我哥給了我四張 維也納交響樂團演出的票 想讓你幫忙約三個閨蜜一起去 當然要包括東心姐 她想讓東心姐 開心一下的 你不是要做校音樂會的司儀嗎 剛好 你可以去找找靈感 約上你幾個閨蜜 省得我一直纏著你 多印象我形象了 東心姐可是樂隊的中間力量 這票挺難得 你一定要約東心姐的 你就幫幫我可憐的老哥吧 可是一看到你啊 我什麼拖子都不想找了 就想噼里啪啦的 趕快把這些話都說完 為什麼呀 因為這樣 我就可以多看看你了呀 就你話多 快點快點 幫我被他抓抓 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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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停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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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又停不停不停不停 姐姐你慢點啊 小青 行快點小青 姐姐你讓人我嘛 你來了 幹嘛 你現在還這麼玩 我有事情跟湛老說 過來 找我們找我們 你們先玩 找我們找我們 快點 樓宇來了 為什麼非要我帶東方玉這個大燈泡來啊 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不過商量之前 你得跟我說實話 怎麼了 因為會發生的事 新聞哥跟你講了吧 我想知道東心姐和新聞哥 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 才鬧到今天這個地步的 那你用溫柔點的方式求我 我就告訴你 好好說 抓到了 再來 你們快跑 來 應該 是很多次爭吵堆積起來的 酒回女伴 工作 應酬 出差 最激烈的那次好像是在九月 我哥和合作夥伴的女兒見面 正好被東心姐撞個照面 東心姐是個很驕傲的人 大概因為對方是我哥 所以他才一忍再忍 那次是東心姐第一次找到B家了 和我哥大吵了一架 然後還撕碎了他們曾經的話 我哥是因為總有一天要接手B氏集團 所以才被我爺爺嚴格管理的 你放心 我肯定不會對你這樣 可是新聞哥已經改了很多啊 對啊 可我哥就是這樣的人 會默默做很多 但是從來不說 所以別人也不知道 可是這樣對他 對東心姐都不公平啊 你說我們要不要做點什麼 幫幫他們 既然大家統一了戰線 那作戰計劃一定要安排好 這次音樂節晚會是我們最後的機會 留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 這個東方 關鍵的時候就掉鏈子 東方肯定也不想這樣子的呀 東心學姐那麼聰明 那麼驕傲 他肯定很難被說服的 東心決定的事情 很難改變的 要不再試一次 要不再試一次 戰老 你給東方育發信息 讓他儘量拖住東心姐 小晴 一會兒音樂會你就穿這個 一件禮服而已 你怎麼這麼執著 而且我那天不是說了嗎 不必要的消費不可以 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我保證啊 這是必要消費 而且你就穿這個嘛 我想看你穿這個 可是我要跟阿旭 沒有可是 一切順利 去吧 加油 不知道阿旭到哪兒了 你穿這身裙子真好看 你穿的是阿旭嗎 今晚的男司仪是我 你的男朋友 还有三分钟音乐晚会就要开始了 我给你一个机会解释一下 是我的话 不是更方便你待会儿的计划吗 主持词我都顺熟了 你放心 音乐会即将开始 请各位观众朋友们尽快入座 并将手机调至静音或振动模式 谢谢各位的支持 尊敬的各位老师们 亲爱的同学们 欢迎各位来到 重现时光音乐晚会现场 音乐能够贯穿每一个人远去 而又无法重现的时光 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 每一段音节都在小雨 从古典到印象主义 是音乐对记忆的重现 是猜中听众的心思 是言所不能言 是对人类感情的致敬和赞美 是对时光流逝的珍视和怀念 是此情可待 对当时枉然的遗憾 是两情长久 对朝朝暮暮的西迹 下面让我们有请 毕西文学长和东东学姐 为我们带来的钢琴合奏 这一句 希望每一个眼前人 都能被珍惜 东西界怎么还没上场 是不是真的对我哥失望了 他在哪儿啊 就在舞台右侧的安全通道 第一排 看到了吗 陈哥哥 陈哥哥 对对对 你还知道疼 现在知道哪儿错了 也就是说 西文哥和东欣姐 要一起出国了 对啊 我哥还说 等他回国要给咱们这些 优秀的神助攻 带一大堆礼物 对了 他昨天还给了我两张 电影节的展银票 回国之后的事情 回国之后再说嘛 走吧 上班要迟到了 今晚的电影票 不去看电影了吗 战狼 你好好想一想 为了东欣姐和西文哥的事 我请了几次假了 我这个月要是干不满 八十个小时的话 我就要被开除了 可是 这两张票是我帮我哥干了好多活 他才给我的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可以卖给东方 这样的话 他不去也得去了 走吧